好 好 那我們各位的夥伴我們先拿一個我們很熟悉的口號 可歌可氣 力大於弊 可歌可氣 力大於弊 全民歌蘭委 全民歌蘭委 罷免爛立委 全民歌蘭委 罷免爛立委 今天我們再度來到了這裡 上次來到台北市選委會的時候 是去年12月15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把針對蔡正元的罷免第二階段 六萬份的罷免連署書 送到了這邊 沒有想到相隔了七八個月之後 我們又再度來到這裡 這次我們來到這裡的理由 是因為在罷免期間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引起爭議的法案 叫做罷免不得宣傳 罷免不得宣傳 而如今罷免不得宣傳的這個法案 它是在二十年前的時候 進入了選罷法一頭 而這二十年來 很多人都知道它是有問題的 所以說即使經過像是去年 憲法醫生3在罷免吳醫生委員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沒有 針對罷免不得宣傳的這個法案 後來也是沒有任何的開法 雖然在過程之中 中選會或是選委會都會一再的呼籲說 你們恐違法 這次各單委計畫在推動罷免行動的過程之中 我們也是遭遇到了許多恐違法的這些好心的提醒 那也很幸運的或是說不幸的是說 半年之後我們也的確是收到了相關的通知 目前擬定要對我們開法六十萬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先說明一下說 我們被開法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這次被開法 就是目前據我們所知 比較關鍵的是一共大概有八十幾個案件被申訴 被申訴說違反罷免不得宣傳 所以說被投訴到管轄單位 台北市選委會這邊 一共有八十幾個案件 這八十幾個案件裡頭 除了投訴戈蘭偉計畫以外 也有投訴柯文哲市長 也有投訴蔡振英委員 也有投訴像前中原院士黃國昌老師等等 最後在這八十幾個案件之中 有被擬定要裁罰的只剩下兩個單位 一個是台灣團結聯盟 另外一個是戈蘭偉計畫 簡單來說在這八十幾個案件裡頭 柯文哲、蔡振元等人都沒有事情 不過我們這一群公民們 這一群上班族們 我們現在可能會第一次面臨到 罷免不得宣傳的這個二的法案 要被確實開罰了 今天在這法案裡頭 他們挑出了六個案件 以及我們在街頭掃街 以及我們舉辦 罷免的監票者的事實大會 以及我們舉辦 可能像是在套圈圈畫春聯 還有玩桌遊的園遊會之類的 這些每個案件 都被罰十萬塊 所以目前是合計六十萬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申請說我們要到場陳述 今天下午三點會是 台北市選委會做出最後審查的決定 決定說是否開發 而我們在今天下午三點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會有十分鐘的時間 進場陳述這樣子 那因為就是我們在剛剛十二點多的時候 我們有跟那個選委會溝通 就是變成說我們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媒體朋友是可以和我們一起上去拍攝相關畫面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記者會 我們會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內把它辦完 然後再來的時候也邀請大家 等一下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上去 拍攝這個歷史上面的一刻 好 那接下來我是邀請我們港湖區的 在推動蔡智元罷免的代表 Ashley 請她來說明一下說 我們在罷免期間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會需要進行宣傳 大家好我是港湖區Ashley 那我們在罷免宣傳這個部分 我們有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我們要宣傳罷免蔡政員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我們宣傳罷免權 那基本上我們在整個第三階段呢 我們在做的宣傳幾乎都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宣傳罷免權 那港湖區在地團的罷免活動呢 就是以上剛剛主義講的那幾個部分 就是我們主要是以有趣 活潑還有清明的方式去包裝這些活動 讓更多的在地人認識罷免權 那在辦這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整個在地港湖區的居民 跟我們的互動都是非常的友好 那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覆決的權利 我們總不能只用選舉其他指示課本上面的名詞 那我在這邊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台風天的時候也有去白灘 那在白灘的時候呢 我剛好遇到我的國中的公民老師 那其實公民老師應該是能夠教學生最多 就是說在罷免權這個部分的知識 但是其實我們的公民老師他還是需要去問我 他才能夠了解說罷免的三個階段是哪三個階段 然後分別需要什麼樣的比例跟需要幾天 那在這種狀況下呢 我們就覺得說就是罷免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需要去宣傳的 那當初我們在第三階段的時候 就是也有發文問中選會我們宣傳的定義 那中選會當時候是回答我們個案認定 這個有回答就等於沒回答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就是覺得說 當初你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定義 那現在還要再做開發這個部分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其實是非常詫異 大概就以上是這樣 好 那麼因為罷免不得宣傳這個法案 他顯然是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我們邀請的是個案委計畫的義務律師 蔡旺林先生 然後邀請他來說明一下說這個法案哪邊有問題 以及我們接下來要怎麼面對它 在選罷法的規定裡面 其實它的規定是罷免案子進行 除了連署的必要活動外 不可以有宣傳罷免或阻止罷免的宣傳活動 那我們之前個案委的一些法律夥伴裡面 覺得這一條其實是違反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 還有罷免的權利 我們認為宣傳就是要把民主的理念 告訴所有的民眾為什麼我們要進行罷免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蔡正元委員 他提出了洋洋沙沙五千多次的答辯書 其實這不就是一種民主的對話嗎 而不經過這樣的宣傳 我們怎麼會知道 我們彼此雙方對於蔡正元委員 為什麼要進行這個罷免案 而且為什麼蔡正元委員值得被罷免 而他自己也說了他不應該被罷免 其實他也在不斷的在他的臉書上面說 不要去投票不要去投票 這也就是一個阻止罷免活動的宣傳 因此我們在法律的夥伴裡面認為 這一條罷免不得宣傳的規定 其實他是違反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 還有參政權等等的規定 因此我們希望等等有機會在委員會 好好的跟委員溝通這些觀念 按照這邊我也有肯定 其實開北市選委會的那個監察小組 在接受了八十多案的這些檢舉 之後他們其實是全部裁定不法的 因為他們認為人民的言論自由 還有人民因為罷免公告 所有裡面的內容而發表的言論 其實是一個民主的體現 那我們希望委員會也會尊重監察小組的決議 其實出境民主的話 行政機關他我們會希望他做成尊重民主 還有言論自由的決定 如果我們真的不幸被台北市選委會進行裁罰的話 我們會立刻提起訴務院還有行政訴訟 甚至我們有機會到我們會申請大法官解釋 因為這條法律雖然他已經在內政委員會一讀三調 可是你看一個已經被刪除的法條 卻還被行政機關拿來做裁罰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有爭議的 謝謝 那我們在最後的時候說明一下說 我們各安委計劃 我們等一下就會上去有十分鐘的陳述時間 那在現在的話 我們則是先說明一下說 我們今天的三個訴求 那首先先跟媒體朋友說一下 是說因為我們不太確定 等一下上去情況會是如何 所以我們是在結束之後 我們再發會後的新聞稿寄給大家 對 那我們各安委計劃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我們有三個訴求 三個訴求 首先第一個是說 針對這樣的這個法案 我們看到的是各安委計劃被罰 但是另外一個主角 也就是我們的蔡正恩委員 那他呢 就是他其實也是有許多動作 那麼為什麼在這個天秤上面 是這麼的不對等 我們這一群上班族們 我們先來大家問一下 今天是翹班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有滿多人都是請假會翹班的方式 然後這是我們可能來到的現場 我們想要問的是說 學委會的監察小組們 就是現在就是針對各安委計劃 那針對蔡委員的部分 是否也能夠給予一些相關的說明 為什麼蔡委員並沒有違反這個法案 那我們第二訴求的話 就是說 針對罷免不得宣傳的這個法案的話 如果我們被開罰的話 我們絕對是會繼續往上的上訴 甚至無論是剛剛我們的醫務律師所講的 大法官釋憲等等 因為我們嚴重的認為說 這個二十年前所制定的這條法案 違反了人民的參政權以及言論自由 我們從小都學過說 法律與憲法抵觸的話是無效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這個法案 能夠就是藉由憲法的審核這樣的檢視 看出這樣對人民的開罰是否合理 那我們第三個最重要的訴求 則是罷免法規的修改 台灣的罷免法規幾乎是全世界最難的 有許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包含罷免的第二階段有三十天的連署限制 變成我們要光是讓在地的民眾知道 要展開罷免連署的時間 我們可能剛讓大家知道的時候 連署期間就結束了 所以罷免的第二階段 三十天的這個法規應該是要修改的 以及罷免的第三階段 有規定過半的投票率才可以承案 這也是絕對不合理的一個法規 我們就直接我們不談法理 我們直接談實務上面 今年二月七號的時候 立法委員在進行補選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就算是立法委員的選舉 有兩個政黨甚至好幾個勢力 共同動員的情況之下 二月七號那天 沒有任何一個立委的補選 當地的投票率有超過四成 大部分都在三成多而已 但是罷免第三階段要成案的話 卻規定要五成的投票率 這個法規完完全全保護著立法委員 導致不私人的立法委員 完完全全他們是被保護 然後他們沒有機會被罷免 那以及罷免不得宣傳的這個法案的話 我們認為罷免法的修法 罷免法規的修改 就從罷免不得宣傳這個法案開始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他在一月的時候 就在內政委員會 得到了朝野的共識 覺得這個法規應該要修掉 現在呢 他還躺在運會頭 二讀三讀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是說 這個法規當時在熱熱鬧鬧的時候 就是有引起檢討 之後就沉寂了 在過去 現在的今年的上個會期 整個罷免來沒有任何進度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第三個訴求 我們希望的是 罷免法規應該要需要被修改 以及就從罷免不得宣傳這個違憲的惡法開始 這是我們的訴求 好 那我們的記者會差不多到這邊 那想先問一下 有記者夥伴想要提問的嗎 其實柯市長又有參加活動嗎 是 他沒有對你們表達 因為他把柯市長加速的一切還太能力 目前我們這邊是還沒有跟柯市長溝通 對,只不過當然就是我們是會好奇的是說 因為畢竟主委是 呃 台北市全委會的主委是 台北市的副市長嘛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機會 現場見到他的話 我們也想請教一下說 那請問柯文哲市長的路過 那 對啊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是像柯文哲 蔡正元 黃國昌等人都沒有 但是各安委計畫被罰了 台連的夥伴也被罰了 那麼 中間的差異到底是差在哪邊 這也是我們想要問的問題 好 如果沒有要提問的話 那我們柯欄委的夥伴我們先 整對一下 我們等一下上去了 那不過因為 台連的夥伴也要開記者會 所以我們先把場地讓給台連的夥伴 來 大免可以宣傳 大免可以宣傳 我們過來面對 我們過來面對 大免可以宣傳 大免可以宣傳 我們過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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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免可以宣傳 我們過來面對 罷免惡法 違反憲法 罷免惡法 違反憲法 我們是各黨委計劃的團隊 然後我是志工發言的代表叫林卓一 那另外我們今天還有另外兩位夥伴 一位是港湖區的在地推動罷免的夥伴 黑雪林 還有我們的義務律師蔡旺林 那首先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還是感謝台北市選舉委員們 提供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有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來進來陳述 然後來跟各位委員們表達說 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首先一開始會先由我來發言 由我來表達說 戈蘭文計畫整個的態度的立場 那接下來再由我們在地的夥伴來發言 跟各位委員們報告說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在地辦理這些相關的行動 那最後再由我們的義務律師來發言 然後針對這個案子提供相關的看法 所以說一開始是先由我 然後來進行說明 那首先一開始在這個說明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我要承認的是 我有在進行罷免宣傳 就是我們歌蘭文計畫團隊 以及我們這些夥伴們 我們有在進行罷免宣傳 我們承認出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確實是有在做這件事 以及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問選委會的委員們四個問題 如果沒有我們的罷免宣傳的話 我們要如何實踐罷免權 如何實踐我們民眾應該有的言論自由還有殘忍權 這是我第一個想向委員很大膽的提出這個問題 第二個也要詢問的是說 如果沒有我們的這些罷免宣傳的話 我們在過去一年到了現在 我們自己在網路上面 Google還有統計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共創造了 將近五千則左右的罷免相關的新聞 過去的二十年來 甚至說罷免權路線已經七十年的時間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罷免權的重要性 真的有多少人來實踐罷免權呢 這些年來因為我們透過宣傳罷免的這些行動 我們才有辦法創造這麼多的新聞 開始讓很多的民眾知道說罷免權的重要性 以及甚至很重要的是說 罷免權是有機會被實踐的 我們才一路一路的走到 創造台灣歷史上第二次的罷免投票 如果沒有罷免宣傳的話 我們怎麼有辦法創造這麼多的新聞 第三個也想要問的是說 如果沒有在這些罷免宣傳的情況之下 進行到了公民教育的情況之下 像是在去年十二月 台南市議長選舉的時候 有產生了許多的爭議 所以在這個時候 有許多的網友鄉民們就提出來說 針對不私人的議員們 是否可以提出罷免 一年前的時候 會有網友們提出這些想法嗎 兩年前三年前的時候 會有公民們腦袋提出這個問題嗎 不會 以前的時候我們只會想說 四年之後不要投給他 我們投錯人了 但是正是因為我們罷免宣傳的關係 我們讓民眾知道說 我們可以行使罷免的這個權利 所以說這是我第三個要問委員們的問題 如果沒有罷免宣傳的話 我們如何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原來有罷免的這個權利可以做 第四個想要問的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罷免宣傳的話 光是以蔡正元委員的這個案例來說的話 我們怎麼有辦法在第一階段 拿到一萬份左右的罷免提出 而且最關鍵的是 在罷免第二階段 三十天的時間限制之內 我們有辦法拿到 將近六萬份的罷免提出書 以及到了罷免第三階段 那麼短的時間籌備 只有我們公民的力量 而不是政黨的動員 不是透過各式各樣的那些方式 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們在透過這樣的宣傳 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即使二月十四號那天 是情人節 二月十四號那天 距離除夕已經沒有幾天了 但是在地還是有七萬多人 站出來投票 這些都是因為我們在宣傳的時候 才有讓許多人出來 有實踐罷免權的機會 這樣子從而起來的話 各大委計劃團隊 我們承認 我們有在進行罷免宣傳 並且藉由剛剛的四個問題 來陳述說 我們藉由這樣的罷免宣傳 對於台灣的社會 對於我們的民主 是有相當的正面的效益 以及我們希望的是 選委會應該不只如同名稱上面的 就是說應該不應該只有重視選舉而已 我們也希望可以改名是 選舉罷免委員會 因為罷免權也是我們應該有的權利 好這是我的陳述 謝謝 我是港部區代表Ashley 那對於罷免宣傳 我們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罷免蔡正元的宣傳 第二個是罷免權的宣傳 那其實基本上在整個第三階段 我們港部區幾乎都是在宣傳罷免權 希望大家出來投罷免票 而不是宣傳罷免蔡正元 那港部在地團的罷免活動呢 主要是以有趣 活潑跟清明的方式來做包裝 那這些東西都是 這邊提出的六項的那個活動 來去做那個陳述 那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在地人 認識到罷免權 那我們在這些活動進行過程中 其實跟港部區在地的居民 是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那憲法規定人民 有選舉罷免創制跟覆決的權利 我們總不能只用選舉 其他的只是課本上面的名詞 那剛初呢 我們這邊有發文問中選會說 宣傳的定義 那中選會對我們的回答是個案認定 那這個有回答跟沒回答其實是一樣 那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市政府 他們這邊都不會去做一個罷免權的宣導 那這部分就只好是我們公民自己來做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說 反對罷免權 反對投罷免票才真的是應該開罰 各位委員各位長官大家好 我們的那個陳述意見其實基本上已經有文件在陳述意見書裡面表達 那我們在這邊想要表達的是說 憲法的言論自由 為什麼要表達言論自由 其實我相信各位前輩一定比我們更清楚 他要經過公開的言論 讓大家知道我們正反雙方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次提出罷免的各樣的團隊 還有蔡政府委員他對於被罷免這件事 還有為什麼我們要提出罷免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沒有經過這樣的訊息公開 讓民眾去知道 那麼其實我們的民主怎麼會有進步 怎麼會有一些互相討論的空間 然後呢我們也由此可以證明監察小組 台北市宣委會監察小組 其實他是做了一個很 我覺得是一個很進步的一個決議 他把所有的八十幾案的申訴案件檢舉案件 基於他是一個言論自由 基於他是基於選舉公報所做的這些言論的表達 基本上他都裁定不法 所以我們很希望各位委員可以基於這樣的基礎之下 在正式做出裁罰決定之前 可以討論憲法副議員的這些言論自由 還有人民的蔡政權 然後好好的去 畢竟行政權的一個進步 不是只有經由這些司法判決 或者是之後的日後的種種訴訟才確定 其實行政機關也可以確定 他是一個可以秉於一個憲法的認識 然後來做出這樣的裁決 如果說會有對這個 罷免不得宣傳有疑義的話 其實行政機關在做出裁罰之前 我覺得也可以就經過釋憲的方式 由行政機關主動來提出 那這是不是也是一種解套的方式 謝謝各位 好 那麼最後代表各樣的團隊來進行發言的是說 我們各樣的團隊絕對會尊重 台北市選舉委員會所做出來的任何裁決 所以說我們也不用擔心說 今天裁決完之後 我們會在外面抗議之類的 我們是不會這樣 我們絕對尊重 對啊 那當然只是如果就是真的開法的話 我們也是會進行後續的相關的行政的救濟 然後會說 申請大法官相關的事件啊等等之類的行 的這些行為 就是我們也會來做後續的相關的行為 那不過在這邊的話 我們也還是在此呼籲 以及跟委員們報告的是說 我們這段時間我們做這些事情 我們絕對不是為了我們任何個人的一個利益 因為在罷免案裡頭 我們頂多是讓一位不適任的委員下台 可是我們不會有任何人得到好處 我們都是心事 我們原本就應該有的公民的權利 尤其是這個罷免權 原本我們都有學到 只是他在台灣還沒有被實踐過 有了我們這樣的實踐的經驗之後 也會讓未來的台灣的大家變得更好 如果今天這案例一開的話 我也相信會對於後續的推動罷免的團體 無論是我們還是其他人 其實會對這個社會的民主的進步 會是造成阻礙的 那以及罷免不得宣傳這個法規 我相信是社會共識 所以說應該說 這是一個社會共識 覺得應該要廢除的社會共識 但是很可疑是說 我們台灣的意識效率 現在就是在1月的時候 已經在內政委會 已經有說要刪除 但是應該 雖然應該還是躺在院會裡面 還沒有完成修法 但在這件的話 也希望委員們可以考量到說 這個法規本身 它抵觸到憲法 賦予我們所有人 應該有的言論自由和參政權 所以說這時候 雖然這個法規還沒有修改成功 但是希望說 也可以希望 可以由行政部門 無論是 能否藉由你們的力量 然後來申請示現 或是來 來要求立法部門 趕緊把這法案相關的修掉 然後讓我們這些 推廣罷免的民眾 能夠受到保護之下 繼續行使我們民眾的權利 這是我們各黨有計畫的期待 好 這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喔 就是說他們覺得說 為什麼那麼多案件 就只有這七件 就只有針對格蘭委罰了六件 然後台聯罰了一件 其實對這個才華喔 對台北市來講 台北市選委會經過很多考量 那這種案也是沒有案例 那在才華過程裡面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後來我們去定義 什麼叫做宣傳活動 因為一般大家看到的只是說不能宣傳 那不能宣傳這個就涉及到很大 就是可能隨便講幾句話 就變成宣傳了 可能會被才華了 那後來我們也在各黨委團隊他們一再表達的言論自由這一塊 我們深深的去探討 把言論自由這一塊盡量能夠來尊重 希望才華也不要過度去解釋到這個選辦法不能宣傳活動的這一塊 所以最後我們定義的宣傳活動 是要有計畫有系列有系統的一個組織 那是以眾人之力來達成一個目的 這樣的一個宣傳把它定義為宣傳活動 那以這個原則之下我們去檢視 我們那個戈籃團隊其實也很了不起 他們是把整個選舉該做的事情他們全部都做了 包括不該做的在投票日當天 投票日當天假如是違法的話 以選舉活動來講 才華是五十萬元起跳 那我們這個因為選罷法的那個不桌錢嘛 所以罷免沒有涉及到投票日不能活動的這一塊 不過因為在罷免的進行中不能有宣傳活動 所以我們用宣傳活動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才華我們也在考量到這樣的一個法令的不合時宜 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將來立法院能夠重視把這個法修為更為完備一點 讓我們要執行的有一個依據 讓那個辦理活動的也有一個編到底哪裡會違法 哪裡不違法 所以到底會不會才華 當然等一下委員會還會參考大家的意見 就是我們各藍委團隊和台灣團結聯盟提出來的意見 他們去討論 那我在想我們沒有就是沒有定見 那只要委員他們做出決定的時候 我們會在網路上來公告為什麼會才華的原因 那以上 那為什麼說之前就是每一次的討論其實都是做出不才華的處分 可是到最後一次突然那個大轉變了 不是大轉變 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就是一個監察小組是在第一線的 就是在裁罰的時候如果遇到有違規就要先做處理 處理了之後由監察小組的人先討論到底要不要做成裁罰的建議 那這個案是經過我們監察小組那個討論之後 也經過兩三次的這樣子的討論 然後最後做出不才華的建議 那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因為發現裡面還是有很多問題沒有 就沒有探討到 那因為以選委會來講就是執行選霸法嘛 即使我們在講說現在這個法不合時宜 但是法規定在那邊我們就是要依法行事嘛 就是法怎麼規定我們還是要依照法來做 在這個法沒有修訂之前 我們還是做這個法的限制嘛 所以要執法 人家講二法一法嘛 何況罷免的這個法規到底是不是二法 我在想這個還有探討的空間 那我們有希望這個法能夠比較完整之後 大家都會遵守法規 那不管罷免或是選舉都在法規裡面來把它完成 所以未來我們就是如果有裁罰的話 裁罰對象會是團體嗎還是政黨或是個人 所以我們這一次以言論自由來講 我們對任何個人的發表意見 我們這一部分都全部尊重 所以沒有罰個人 罰的都是以團隊 就是台灣團結聯盟還有我們各藍委團隊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要回應 我跟媒體合理 好啊 那 簡單來說剛剛針對就是黃西民副總幹事的發言 就是接下來我們各藍委團隊直接在現場做出相關的回應 首先第一個是針對黃總幹事所說到的說 就是二法還是法 現在的確是在選罰法中有這樣的規定之下 所以說台北市選委會需要依據這個法案 然後來提出相關的裁罰 但在這邊的話 各藍委團隊也要呼籲的是在於說 就算這個法規的確是擺在這裡 但是在這法規之上還有一個叫做憲法的東西 也就是所謂保障人民的罷免權 保障人民的參政權 還有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從小都有學過說 與憲法抵觸的法律是無效的 這個法規實際上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獲得超越共識 在內政委會已經要給予刪除 但是在這個時候 一路還沒有出院會 這個時候要怪的是 台灣立法院的意識效率不髒 還是要怪的是我們民眾行這個法案呢 這個法案二法還是法 所以說這時候台北市選委會 可能被迫需要依此然後來進行裁罰 但是我們在這邊還是要呼籲 呼籲台北市選委會的是說 憲法還是有保障人民的相關的言論自由和參政權 尤其是參政權的部分 因為剛剛副總算是有針對言論自由部分做出相關的解釋 但是如果罷免不得宣傳的這個法規的話 我們真的不宣傳的話 是沒有民眾知道說要罷免投票 是沒有民眾知道說 我們可以來罷免蔡政委員或是其他委員 所以說今天這個法規存在確實是違憲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依據一個違憲的法規做出裁罰 這樣是對的嗎 這是我們提出來的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部分則是說何謂宣傳 剛剛我們也可以看到的是說 黃熙明總幹事有提出了相關的討論 我們也可以知道原來在委員會裡頭 在調查小組之中 針對什麼字宣傳 其實也是有許多討論 他們感到相關的困惑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困惑 所以我們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們就舉辦記者會 我們把我們認為可能是違反 罷免宣傳的相關的內容 我們把它全部整理出來 硬成一箱子 泱泱沙沙沙的將近了一萬條 這是我們寄到了中選會去 邀請中選會先幫我們判定說 我們哪些可以做 哪邊不能做 只是很可惜的是說 在這個時候 中選會並沒有給予我們答案 而在事後才做出這樣開罰的行動 所以在這個時候 也代表的是說 既然何謂宣傳並沒有清楚定義的話 在這個時候卻拿一個不清楚的定義 我們在一開始就先詢問規則 但是規則沒有告訴我們 而最後提出開罰的行動 我們認為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行為 好 這是我們現在的回應 請問一下就是 像個人委員他們不是一個有立案的團體的話 那要怎麼對他們台詞 基本上像這個非法人團體 我們才華應該還是針對非法人團體 我不知道你代表人是不是 我們沒有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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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人至少 你住所 我們是針對代表人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活動的申請人 這個也是一個才華的對象 所以不管怎麼樣 一個是代表人 一個就是活動的申請人 這兩者之間 不好意思 可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立案 所謂的代表人 法律上的定義 還是 沒有就是你們自己稱的代表人 可是我們並沒有代表人 對 我們大概也知道 所以可以明確的說 那你剛才說 針對團體這件事情 那所謂的團體的代表人 可是我們既然沒有代表人 那所謂的裁判對象 不就針對了個人 就是你們裁判的對象 可能會有問題 欸 或許吧 因為我們 為這一點實在很頭痛 因為假如你們忽然消除都不見了 好 跟他為計畫宣布退贏 但是我還想你們應該要好好努力一下 因為我還沒有改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建立 到底才華哪一個比較好 我們根本認為不應該被裁判 如果才華的話 總說蔡正元 其實他怎麼會有我們 其實是 他也承受 也成就你們 不能講說都是他不好 對不對 成就這樣會有爭議 因為如果不是他做的讓 我們不用辛苦的上街 上街也沒有任何的報酬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一個組織 也沒有一個代表人 也沒有一個 甚至就是大家是平等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知道所謂的裁判 只針對團體和個人 到底界限在哪裡 從行政法法應該 他可以發的對象是很多 如果團體有代表人當然是更好 如果團體沒有的話 那以一般我們裁判的對象就是 這個活動的申請人 這個活動申請人不代表是一個負責人 這其實會有很多爭議 對啊 他可能是個人頭 對啊 我去打電話訂KTV 然後難道我就是負責了 這個 所以要做這個 所以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頭被被受害 就是這樣子 所以 因為在你找不到一個頭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得到的就是 你在 你們像 比如說像警察局悲安的 哪一個是順情的 對 對 好 沒關係我覺得你們 在做成決議前 還是要三十 對 是今天就會決議嗎 今天會做成決定 好 OK 那我們來等 那我們今天會知道見譜嗎 今天會知道 委員請問一下 如果要投書給 那個警局委員會怎樣 投書 投什麼 很方便啊 很方便 什麼投書 就是 請問一下那個委員 你們要往個人的網路上嗎 謝謝 謝謝